大家好,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苏醒之龙三玄战技坚持到底的玄灵兽 翠玲恐讯为了而时的梦想打法攻略元神4.6活动攻略 这批打草鸡 来到草鸡传送点 强化草鸡是多了个草盾 并且指定用雷元素破盾 用火元素攻击会让草鸡刷新草盾 策略里,第四项可以让草鸡不生成草盾 如果实在没有雷元素角色,可以选这个 有雷元素角色的话,就选第三个 只想拿原石的话,就四个全选,直接盲就行 月梦这里为了演示流程,就只选第三项了 刚刚在草鸡血条右下有个圈,用雷元素封击把这个圈充满 平衡就可以扩草盾了 不然的话,草盾会一直刷新 注意,你扩掉草盾之后,草鸡会进行场 一跳雅三连击,伤害就更高的,记得躲避 之后草鸡会倒定力竭,此时抓紧输出 海底哥林在塞,克雷克什的吉利的电动 吉利的孤独狗,天狗用 一段时间后,草鸡会重新站起来 刷新草盾 然后就是再一次扩盾 那我比草鸡三连跳,就用继续输出的流程循环了 咦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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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部分不得命,那大家可是让我封击你的 基本流程就是这样,那大家加油 天狗用都看到这里了,请点个赞,再走吧 咦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